啊大家好我是伯格啊给大家欣赏繁龙啊存血的繁龙啊都是多重近亲这种的 繁龙这路歌呢他是一个百搭格的啊短拖也快长度也快但是呢往往都是在这个艰难赛事场中脱颖而出啊 这只歌呢他是一个多重近亲的回血儿歌的啊啊写右特别满和啊 啊竹黄号是2022-06啊0523741啊尾号是711还有两根小条头完了啊啊非常优秀的一只繁龙主歌这个歌呢是繁龙的第一黄金配对和第二黄金配对下来的歌的啊 呃备份还是挺高的啊质量也挺高的就搁着 没有啥没有啥缺陷啊啊 呃我在给你看看这只歌的颜色啊呃大宽眼质啊带有前两角 黄眼帆龙呃这大家欣赏熊哥帆龙啊 这只帆龙呢就比较好了啊跟代帆龙都是同族啊他们都是第一黄金配对和第二黄金配对下来的后代啊 这只歌呢骨骼比较硬而且背分呢也比较高啊质量的比较好而且大家看见没有这个哥是啊后灯啊全是黑酒干后灯俩是白酒干 大家大家知道这带着白酒干代表啥吗老的两个啊都说这样个遗传好 但是我告诉你这样个遗传确实好啊呃这只歌呢是一个中长体型的啊无论是眼色还是个体都是一流的啊啊 今天的歌的啊2024-06-0176-906啊 调已经吐完了啊 调已经吐完了啊过年咱们就可以用了啊 非常优秀的这个 帆龙哥这一对全是帆龙啊全都是黄金配对第一黄金配对和第二黄金配对下来的后裔 这路哥呢不管是哥王还是地方赛的哥王还是公盆的哥王还是特别的哥王全都飞了啊全都飞了啊 这样哥回家一杂交会更漂亮 而且呢帆龙这路哥呢呃他是百大型的哥这你配快哥就快你配慢哥就就慢是非常好的过桥哥如果说你要是拍帆龙配帆龙他就是这个稳定性很高的哥人但是往往在一二百公里也有非常好的表现啊 小偷翻楼啊看见没有这只哥眼睛非常漂亮啊咱那灯光已经暗了啊但是灯光暗也能看出来的哥眼睛非常漂亮这还不是成熟的眼纱啊成熟的眼纱比这还漂亮啊呃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啊因为这个呢都是当年的哥的啊呃瓷熊呢仅供参考啊因为这个的骨骼呢还有身形的骨架呢他都像一只熊骨所以呢咱们 参考他是一只熊骨啊呃非常优秀的啊骨子呃就给大家欣赏欣赏欣赏而且这帆龙的骨子这一只帆龙和另上一只帆龙他俩是一个家族的羽毛全是那么像炖着一样油软啊肉特别软骨架韧硬啊而且这都是属于多重近亲回血下的帆龙啊 今天视频结束了啊朋友们跟大家说一声拜拜